颱风季节即将到来 避免露树因强风吹拂打断供电线路 台湾电力公司高雄处与凤山处 从年初开始就进行露树修剪 修树面积达15个市运主场馆 颱风季节强风好雨的话 会造成树竹去压线 或者是树枝整个树干它断枝 整个压倒 把整个我们电杆线整个是把它压到倾倒 这都有机会有可能 所以说除了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地方上养工处 他们一些树木上会按时去做修剪 其实台电这部分的话也是怕说 这部分树木上有可能会遭受侵害 那倾倒部分 那造成就一些事故上一些跳电的状况 所以台电其实也是请尽心意 那利用那个我们整个工程车啊 说大批的一些人员 那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树木修剪 避免因强风吹拂而断电 电缆下地是相对有保障的方法 配合高雄市政府政策 台电也在各地施作下地工程 稳定供电 也还给市民干净明亮的天际线 而且因为我们迄今算离岛了啦 只是有一条广隧道连接着 也算离岛如果遇到气候剧烈变化的话 一些断电的问题产生的时候 其实如果做电缆地下化可以避免到这些困扰啦 不会有那个缺电的问题啦 市府那边也跟我们一样共同负担 他认为说这个也是为了市农警官所做的一些努力 那台电的话真是为了稳定供电 因为地下化的线路毕竟跟架空线路上是 除了投资费用上的差别差距之外 大概是还是会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供电上的话 因为地下东西买在地下不会有一些素足碰触 一些外物碰触 比如说像最近可能一些小动物的 一些帮我们造成一些事故跳电 地下化的话是相对稳定的 台电高雄处更从今年2月开始 巡检排水防水设施与配电场所 并在5月完成天然灾害演练 同时完成沿海地区的绝缘爱子清洗 强化平日维护工作减少停电事故率 记者李嘉龙 吴佩珊 高雄报道